在你心目中什么才是第一呢 事业第一 家庭第一 财富第一 还是感觉第一呢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他身为一校支掌 提供舞台成就他人 我最享受的是 我手下猛将如云 那是我最觉得骄傲的 他推崇博雅教育 鼓励学生换位思考 我们更加强调思考 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个东西 他乐于分享顺应时代潮流 他就是香港岭南大学校长 郑伯翰 郑校长您好 您好 我知道您是一个经济学家 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 也是教授 同时也是一名校长 其实一路走来 对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划呢 事实上并没有设计 首先说 我到中文大学 联合书院 我进去的时候 并不是念经济 我进去是念工商管理 但是我第二年级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师 教我货币银行的课 然后谈到国际的货币制度 令我非常之佩服 而且认为里面很多道理 所以我就决定从工商管理 转到经济去 然后我后来去美国念 经济当然就是继续了 因为我对经济很有兴趣 您看我和很多的校长能够谈过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在我看来您是一个非常专一 执着的 对于经济学是情有独钟 一路走来没有改变过 没有改变过 一路都是研究经济学 到现在为止 就是您也是政府很多部门 担任公职 做经济顾问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其实你看 你在美国教书也挺好的 为什么会在90年代初的时候 选择要回到香港来的 这个是有点意外的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 曾经教书教过一个学期 1988年 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 要到香港科大来就职 当时我就没有想很多 我知道我说 又是增加一家理工学院吧 那我就没有去想他 但是什么时候我知道他呢 大概91年的时候开始知道 因为有些朋友已经来了 我说在美国认识朋友 而且也是学术做得不错人 他们就说你来吧 我就说我现在在 我在Florida 我现在打算再转工作 为什么转工作呢 我工作那地方是小城市 所以我那边也认识一些年纪比较大 已经退休的中国人 我看他们我就不想过他那种退休的生活 所以我92年3月份我就来这边 回到香港来 我就去科大面试 我看到这校园非常地漂亮 在山边面对大海 非常地漂亮 然后而且我就越来越知道 我很多以前在美国的朋友 都在那 都有兴趣回来 有机会在一个将会变成是 中国的土地 97后 在中国土地上面建立一所 有国际水平的 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的确是一个 一辈子可能就是那么一次机会 科大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科技创新方面 研究型的人才 另外它的这个商学院 做得非常好 这个密城当中 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我是其中一个人吧 还有其他人的同事 是 共同贡献的 郑国瀚年少的时候 随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 那时家庭生活艰苦 他一边帮工补贴家用 一边努力学习 考进了香港中文大学 主修经济学 本科毕业之后 远赴美国深造 1992年 在美国执教多年的郑国瀚 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 香港科技大学 成为科大第一任经济系主任 之后更作为院长 带领科大商学院 在亚洲排名首屈一指 一个偶然的机会 郑国瀚与崇尚博雅教育的 香港岭南大学结员 出任大学校长 因为我知道您也是第一个 经济系的主任 第一任 然后有商学院 你也做到商学院的院长 因为我现在知道 它的商学院方面 在亚洲的排名 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那么其实你看 在科大做得好好的 又是你自己的专业 经济学的领域 完全是有用武之地 为什么又接受了 这个岭南大学的邀请 它的吸引力在哪里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以前从西主任开始 当副院长 都是因为行事的需要 并不是我自己要去做的 原来我的想法是 我当完院长 是否再继续当 继续当这个学校的决定 但是最少我只有在三年 不单止我就回到当教授 是更加舒服 是 当教授是最写意的 那我就退休了 所以我本来是想在科大退休 但是我有个朋友 实际上这个人 以前他们公司 就是负责找院长 商学院长 最后我当了院长 那个猎头公司 它其中一个雇员 变成是成为我朋友 后来他自己到外面 再去当猎头公司 他猎头公司 这位岭南大学服务 找校长 所以他刚开始就接触我 你有什么人好介绍 那我就替他想这个 想那个 就给他介绍 但是我后来才感觉到 他真正目的是要 说服我 去考虑这份工作 因为我女儿 也是在美国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女校 一个博雅学院毕业 我知道他在这个学院 得到很多东西 就是他个人发展方面 所以我认为 我只要能把 一个博雅大学 办得更好 也是有另外一个成就感 所以后来慢慢 给他说服了 我也说服了自己 我就变成 我愿意成为一个候选人 最后经过一轮 这个所谓环球招聘后 到最后我就被聘用了 所以那也是一个历史 可以说中间有一些 我没想过 但是有人说服我 令我改变主意 我相信教育是人生旅程里 重要的一环 博雅教育来源于希腊 源自西方古典时期的 公民教育 随着时代的变迁 博雅教育涉及的知识范畴 在不断演变 但是对于个人涵养 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鼓励学生终身学习 换位思考的教育初中 始终没有改变 成为岭南大学的校长之后 郑国瀚在秉持学校 一贯伴学理念的同时 更希望把中西文化的精髓 融会在学校的教育之中 所以您被选择的这个过程 是比较经常出现的 每个位置被选择又做得很好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岭南大学 它崇尚博雅教育 那博雅教育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首先博雅教育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教育 它在我们所有大学里面 它只是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它很重视 人的学生的全面发展 所以它并不是说 特别要求在专方面做得很专 但是在知识面方面比较广播 而且博雅并不等于就是通识教育 有时候不少人有这个误解 因为博雅就是多修几门 其他外面的课 但事实上它除了知识面 比较广播以外 它还有其他东西 才能称为博雅 我们更加强调思考 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个东西 多些讨论 所以博雅毕业学生理想 我只能说是理想 它的语言能力很强 它能演上到 它新的东西不会吓到它 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杂的人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不断学习 能够解决新问题那种能力 可以说我们现在有句话 终身学习 就是说有这种 你面临新问题 你能够去找新的知识 来驾驭它 来解决它 所以而且就希望 还有更多一点 就是比较独立的思考 不是说随波逐流 能够更好的是有创意的 这些都是博雅 还有这些都是个人能力而已 但是还有一支 对社会有那种责任 要照顾他人 关顾他人 回报社会这种心 所以一个是能力 比较能有吸引力强 有新的东西教不到他 还有就是对社会 有一个关怀之心 中西这个文化的教育 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可能就是会说 崇尚培养一个能力 学习的能力 不是说学一个技能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全球竞争 非常激烈的这个大环境底下 而且全球经济放缓 那么所以就变得 结功近利一些 那么很多家长也好 年轻人也好 选择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 都会想说 我选择的这个学科 将来找工作容易 那么这两者 其实稍微感觉 有一定的这个矛盾存在 怎么样协调统一呢 首先我先说明 柏亚这个传承 一方面它是来自古希腊 所以那是西方的柏亚的传统 柏亚在英文里面 这柏亚只是我们 中国人的文字叫法 他们叫自由教育 就是给他们那个时代 自由人教育的一套方法 但事实上跟我们中国古代 提倡的六亿 是没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现在事实上在亚洲 对这个柏亚教育 西方的柏亚教育是有很大兴趣 那你刚才谈那两种东西 好像看起来是矛盾 事实上不一定是矛盾 有一种就是好像 这个柏亚教育是不吃人间烟火 只是想天 想天文 地理 逻辑 文学 事实上不是必然的 刚才因为您说到 这是从古希腊来 那个时候的人 可能真是不要吃人间烟火 因为他有奴隶 他有奴隶替他解决他生活问题 所以他们的确不需要想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算在美国 一些很有名的柏亚学院 柏亚书院 他已经开发了在柏亚教育之下的 工程专业 你说工程没有应用性吗 肯定有应用性 现在也有一些就引入其他的应用的范围 包括商学院 所以我们这边 事实上是可以说 走在原来那种传统柏亚的前面 更迎合21世纪的需求 意见不同引发争执 香港发展问题 争结何在 人家都一直在跑 我们就停在原来的地里 然后你批评我 我批评你 什么都不做 社会结构固化 上升通道阻断 年轻人如何寻找发展突破 哪一个市场 我们是有条件的 有潜力的 我们都要去把它尽量利用 第一会课室 陈坚对话郑国瀚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从经济学教授到院长 再到校长 郑国瀚成就了自己 也成就了他人 他既享受 获得学术研究成果时的快乐 也为学生和教职员工 取得的成绩而开心 作为一校之长 为师生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 郑国瀚用他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博雅教育的理念 从经济学家到教育家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在各种不同的角色当中 你自己最享受的是哪个角色呢 我觉得不同的过程 不同的阶段 我有享受不同东西 比方说在美国 我只是一个教授 我负责管理方面的任务是比较小的 不是说没有都是这个委员会 那个委员会这种校内的管制的 还是专业性 专业性就要讲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最开心是教学是看到学生 能够做这成绩 比以后找到他理想工作 有成就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的研究文章 给顶尖的看物接受了 是 很开心很开心 这是我当教授的时候 那回到香港 后来因为也是 形式需要 我就当了系主任 对 那我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有其他方面的 令我高兴的事情 我请到很厉害的教授 他们表现非常好 是 我请的年轻人 能够最后升上副教授 拿到终身职位 这个我感到骄傲 所以慢慢呢 他们发表文章 我也高兴 对 虽然不是我 是 当然我当院长的时候 我不光是经济系的人 发表文章 整个商学院人员发表文章 我都高兴 是 所以慢慢呢 我就没那么重视 是我自己的东西了 反正我重视是整个学院 所以我认为我 无论是当系主任 或者当院长 我最享受的是 我手下猛将如云 那是我最觉得骄傲的 因为这些人 后来我们当院长 MBA这些东西 就是我的分类工作 所以当我的下面同事 能够把他搞到世界上 第几名 亚洲第几名 那我就是很享受这些 所以在这个一路走来 从成就自己 到成就他人 可能就是您走的这样的 一个人生的历程 那可能你自己的个性 跟这个岭南大学的 这个博雅教育 也是相吻合的 我希望是 是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在里面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曾经针对社会流动机会 进行民意调查 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个人的发展前景 相比上一代人来得渺茫 郑国汉认为 社会应该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 让更多的年轻人 拥有通过努力 获得成功的可能 他也鼓励年轻人 开放视野 将自己作为世界公民 在考虑个人未来的时候 不要把眼光集中在香港 还应该看到内地 看向世界 现在年轻人我们看到 大家苦于可能发展的前景 比较渺茫 苦于现在消费水准的提高 晋升的空间的减低 所以很多的负能量 对于这种负能量的产生 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缺失 还是受到社会的影响呢 可能现在年轻人觉得 它能够发展的空间 跟我那一代人可能有些差别 我们那一代人可能 越来越多机会 现在可能这一点 学校也是一个问题 我以前住的是 东头村的骰志区 我那个时候住那个地方 我能够考进拔翠南学校 对 在今天可能就做不了 现在要划分这个学区的 现在要划分学区 你不在它附近住 不行 你就不行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 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知道现在不少学校变成直资 他们可能也有一种难处 就是说就是因为他们还要面对 一些国际学校的竞争 假如它还是保留在原来的系统 它自由度受限 它资源不能因为收多一点学费增加 它可能早晚是否会担心 试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 问题是说假如能够好像我以前一样 他们有一部分的学位是拿出来 给其他学生透过考试这种方式进去 而不是看你住在哪里 那我觉得就令这个社会流动性还能够还是保持我那个时代那种流动性 那我就觉得更好 你看我们说到大学 现在就是年轻人就是感觉有点希望被抹灭的感觉 你不相信香港说是爱拼就会赢 或者是香港的这个狮子山精神就能够成就明天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状其实也不光是在我们香港 可能全球都出现这个问题 全球都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经济本来就放缓了 不是一个高增长期 那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校长的角度来说 能够改变一下年轻人让他看到希望 的确经济走到不同的阶段 它的机会是有所变化 所以我们以前在香港那种机会 在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不见得就有 对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香港已经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我们必须在人才方面更多的投入 但是政府除了教育以外可能有其他配套 所以最近比方说政府有一个新的局 科技局创新局我觉得很好 这个本来假如能够再早十年八年就会更好了 客观环境可能你没办法改变 但你自身你是可以改变的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技能 或者是武装能够让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有竞争力呢 我们有一句话 行行出专业 对 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一方面行 是 科技是一方面 创意是一个方面 还有专业是一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都能够令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好的职业 是 所以而这几方面你都不能光是看香港 专业吗 你光能服务香港那个经济的需要呢 假如是的话那你能雇佣就不多了 对 所以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市场或者东南亚的市场 或者是所谓一带一路或者水美市场 哪一个市场我们是有条件的有潜力的我们都要去把它尽量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一点是政府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扶持除了教育以外 第二年轻人要把眼观放眼一点不能都看香港 近年来内地城市迅猛发展 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 却实时因为社会问题陷入失去方向感的彼此 郑国瀚认为 香港仍然拥有作为自由经济体的诸多优势 当下应该极力避免社会争傲带来的负面影响 才能够有利于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刚才您说的很对 我们香港有香港的优势 比如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也是最自由的经济体 那么当然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香港比较能够幸免的 还是有这个国家的一个支持 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的这个增长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但是长辞下去的话 你如果不进就退了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你觉得这个香港社会将来 怎么样能够保持优势 有新的突破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好的角色 香港往前走 我觉得最大的难题 并不是纯清主义的问题 主要是政治 我们现在太多的心力精神 都放在政治的争奥上面去 而人家都一直在跑 我们就停在原来的地里 然后你批评我 我批评你 什么都不做 或者要做的也扯后腿 香港不是没有资源 我们是有的是资源 我们有的是钱 人才我们自己有相当 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引进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正问题 真正问题是 社会的关注点在哪里 是 所以你看 就是选择走一条 什么样的路很重要 对不对 太政治化对香港 肯定是不适合的一条路 但是你说这个 在怎么样能够 把它的这个注意力转变 这其实经济搞好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生活好了 可能也就少了这种抱怨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 这个博雅教育 其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你说为什么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快 现在上升的动力慢 有它的原因 世界工厂 它没有太厚深的文化在里面 对不对 它靠技术 靠廉价劳动力 甚至以前 早其实靠抄袭人家 是 所以就是你觉得 这个博雅教育 博雅文化 怎么样在一个城市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长远方展当中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就想到 它的经济纯粹是靠廉价劳工 或是大规模的资本投入 这条路走不下去 对 Steve Jobs他的说法 是 就是说必须有更加那种 开阔的思想 对 然后有尝试 有这方面的那种修养 有些国家就从 那个实用的角度 去想博雅教育 是 我觉得博雅教育本身是很昂贵的教育方法 你知道 因为我们其中一些东西是小班教育 你小班我一般20个学生 15个学生 跟一般是300个学生 成本 你说成本怎么比 并不是说所有大学都变成博雅大学 应该不是这个想法 而是有一部分 你可以给它尝试一下 所以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 苹果的例子 Steve Jobs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非常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看它苹果 它创造的不光是一种科技 它可能是有一种人文色彩的东西 才能够扎入到人心当中去 其实博雅教育 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来说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足 最少我是这么想 谢谢 谢谢 李济中庸告诫人们 做人要广博学习 细心求教 谨慎思考 孝心明辨 最终达到知行合一 在我看来 郑国瀚就是一位 知行合一的学者 他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明辨思维 要用多元化的视角 以开放的心态 拓展视野的宽度和思维的广度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 理想社会的建设 也并非一蹴而就 希望不急功近利的 博雅教育理念 能为当今的社会 带来多一些的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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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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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